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解放军还台湾岛实战演训 今天中午呢 第三次宣布延长 这种风控台岛的演训 可随时上演 并且常态化的态势呢 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美台呢 显然都感受到了局势的严重性 五角大楼表示呢 他们仍然认为解放军 不会在两年之内对台动手 请注意 他们把这一预测的时间 缩短到了两年之内 拜登总统呢 也对军演做了回应 既说他不担心 又表达了呢 他的关切 总体上看 美方的态度相当温和 直动嘴 没有呢 派军舰和飞机 前来干扰解放军的演训 五角大楼官员的表态是 我们不会上钩 这种做法呢 也不会有效 在老胡看来啊 佩洛西窜访台湾 开启了解决台湾问题一个逐渐的摊牌进程 台湾问题呢 是中美两大力量的掰手腕 在这一刻 双方的发力呢 开始进入高潮 而且呢 中方用力强劲 后劲充足 美方呢 则显示出关键的疲态 我的总结是 从人民解放军 举行规模和强度 都史无前例的 还台湾到军演 这一刻开始 在历史的大表盘上 有一个临界点 被迈过 它就是 台湾割据政权的存续 开始了倒计时 通过这次佩洛西窜台 中国社会呢 彻底看透了美国铁了心 要不断加深操弄台湾问题 以此呢 作为破坏中国崛起的关键抓手 台都势力呢 也会死心塌地的 与美国相互利用 顽抗到底 在这一刻 全体中国社会都相信了 只有全面强化 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和态势 让封锁台湾 随时建在弦上 武统台湾成为坚决 且不断破禁的选项 把台独势力变成 被关门痛打之狗 才能呢 确保台湾问题 处在正确轨道上 朝着统一的目标 持续推进 和平统一呢 也才会在 不战而屈人的逻辑下 成为可能 这次危机呢 打破了一些势力认为 台湾仍然是 美国势力范围的最后幻象 美国呢 他可以操弄台独势力 搞出一些风浪 但是呢 他们起得了头 但绝对控不了局 决定不了事态的 演进方向 他们既缺少于解放军 在台海全面对抗的力量 也缺少那样做的决心和意志 对于解放军开创 封锁台湾岛的新现实 和展示武统决心 美方呢 无力针锋相对 在短暂欢呼 佩洛西窜台之后 台独势力 对华盛顿面对解放军 封锁台湾岛演续 表现出的软弱应对 一定呢 非常失望 他们应该在这一刻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清楚了 美国他靠不住 台湾海峡已经历史性的 成为了共军力量的 有效主导区 这次演习呢 形成了解放军 封锁台湾岛的先例 但它呢 显然不是台海局势演变的终点 解放军在可以目测 台湾岛海岸线的距离上 实施演训 我们的导弹穿越了台湾本岛 未来解放军的行动 会进一步收紧 我们的战机穿越台湾岛 我们的军舰开进台湾港口 都是顺理成章的预期 台湾地区只有中国的领海和领空 整个台湾岛和周边 都是解放军飞越和航行的合法范围 我们终将让这些宣誓成为现实 统一台湾的剧本呢 已经写好 接下来会一页一页的翻开 国际社会将会逐渐看懂 围绕台湾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 很多变化呢 会随之而来 包括国际资本将对台海变局形成越来越强的预期 他们收缩在台投资 甚至呢 从台湾撤资 我认为都将注定发生 如果民进的当局还保有最后一点政治情商的话 他们呢 就需做出决定性的改弦更张 彻底抛弃美国和其盟友能够继续左右台海大局的幻想 与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台海局势主导者 这一十分确定的历史新现实相向而行 主动对接 那样的话 他们将有可能啊 在这次历史变局中寻求一个对自身利益相对优化的结果 而不是呢 作为外敌的忠实走狗 被消灭 埋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